中国上海 2010年7308万 当这三个线索串联起来 能不能勾起你的一点点回忆 如果还想不起来 那这句话呢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没错 这几百个台面的主角 和2010年上海市会会有关 毫无疑问 上海市会会的成功 必亦非凡 它让世界走进了中国 也让世界 寄出了上海 同时它也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助推机之一 整体规划 甚至改变了上海的城市格局 总之它在中华大地上 留下了很多很多东西 上面这些结论 几乎是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的共识 但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没有那么宏大 我所好奇的是 2010年上海世博会 给世博板块 和这里的居民 留下了什么呢 你爱我又爱你 这个长短的料一开始 世博板块东临阳高南路 南边以川阳河为分界线 以西河以北都紧邻黄不江 在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中 位于定位最高的中央活动区 要知道整个普通业只有三个区域被化入了CAC 另外两个是陆家嘴和前滩 先看地理位置 这里明显要由于之前的阳私 甚至还要比火热的前滩更加出色 出色的地理位置一定有便利的交通条件 而世博会留给这里第一个财富 就是加速了公共轨胶的建设 6 7 8 13号线 4条轨胶线路 8个地铁站 地铁网络无死角的覆盖了整个板块 想去市区的任何一个热门商圈 都非常方便 这也意味着整个板块的房子 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地铁方 另外在自驾上 三条隧道 一座大桥连接浦西 南北高架浦东段 阳高南路连接中环 浦东南路通往陆家嘴 上南路进入浦东腹地 高科西路去往张江 这样的交通条件 发现整个上海都足以明灭前茅 OK 那这里既然通勤这种方便 一定会吸引很多年轻上班族 想要住进这里 但是市博板块整体的城市界面 有可能会让他们 无而却步 抛开市博会留下的光环 市博板块本质上 就是由上岗 上南 周家渡等街道 组成的居住型板块 这里的房子也比较老 房龄到今天一般在30到50年左右 其实早在2010年市博会之前 这批老小区的外立面 就已经显露疲态 所以当时为了展示 中国现代化的城市面貌 这些外立面 基本都经历过一次 全面更新 现在上海很多老小区的城市更新 才刚刚开始推进 但早在10年前 市博的老房子 就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其实这也是市博会为这片土地 留下的利好之一 但可惜的是 当时间又来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岁月依然毫不留情地 在他们的表皮上 刻下了痕迹 从居住者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会 万而却步 但这些刻痕背后隐藏的 是市博板块 无法轻视的历史意义 在上个设计后半夜 中国工业开始飞速发展 上钢三厂的到来 改变了市博原住民的生活 他甚至为整个浦东 都贡献了非常多的工作岗位 也许你的父亲 母亲 曾经就在这里工作 从1952年开始 上钢三厂首期解决了 大约100户职工的居住问题 1979年 上钢新村和雪野新村 也开始投入建设 随后呢 这批小区一起见证了 市博会的声势浩大 背负的使命 也顺利传承到了现在 他们的生命里 真的让人震撼 那如今来这逛逛 你可以看到不少老人 留在这里 回想自己年轻的岁月 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 开始涌入这一片市中心的 房价挖地 因为房龄偏大 这批小区的挂牌价 大多集中在 7到8.6万每瓶 户型主要是 35到70瓶左右 300到500万的总预算 在这里 甚至可以随便选 不过从居住体验来考虑 挖地的代价 是老小区的顽疾 首先是停车难 尤其对于一些 需要加班回家晚的人来说 想要在小区里找一个车位 真的非常头疼 如果小区里面还有一个学校 在早晚接送小孩的时段 能不能顺利把车挤进去 都是一个问题 而且有些车还会遇到一些 被快递 外卖车辆 外来人员刮蹭的问题 这些也侧面反映了 老小区物业管理的力度 其实是相当乏力的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就是房子本身 居住面积小 没有电梯等因素 都使这一类住宅本身的价值 不断流失 所以愿意在这里买房的人 看重的主要就是价格便宜 以及地段带来的生活便利 真的很少有人以改善为目的 住进世博板块 毕竟整个板块内 像向南花城一样 居住品质比较高的小区 并不多 而上南花城的价格 又早已经来到了10万家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整个世博板块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改善的新房产品入市了 不过好在保利的世博项目 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入市 我左手边的上海地产的租赁项目 也已经接近封顶 那希望它们的出现 能让这一汪净水 泛起一些电影 当然说回生活本身 目前世博板块最吸引人的 还是市井气息 烟火味道 这里拥有大量的沿街商铺 餐饮 水果 杂货 服装等等 营营之全 小区里甚至还会有餐市场 日常采购非常方便 而且适不得沿街商业 比三菱杨丝品类更加丰富 除了本地知名老店 还有河马 大型连锁餐饮 以及某知名 来来来示范一下 你爱我 我爱你 别变成甜蜜蜜 那逛到这儿 我有些想法 要为一些比较老的板块 来申变一下 那很多人说老的板块 聚集了很多老年人 就没有什么活力 但说实话 老年人这个点 都已经出来采购了 真的没有活力吗 不一定 那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 为了迎接世博 由小区拆迁改造成的 V型商业三缸里 他所容纳的餐饮 却比某些大型商业 没错 说的就是你杨丝 还要多 如果说昌里柳的气质 是市井 是市井是接地气 那三缸里给我的感觉就是 无限的年轻与活力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 市博现在的市井烟火器 和之前相比 是被削弱很多的 因为以前的市博最热闹的 不是昌里路的沿街底商 也不是三缸里 而是这条九富盛名的黑暗料理一条街 历城 那段时期这里的白天和黑夜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 在市博长大的人一定还清晰记得 这里的烧烤 小红虾 生蚝 缩字戏等一票海鲜 夜市的时候和朋友一边品尝美味 一边大声喧哗 吐槽着生活琐事 可惜的是 现在新的店面 已经找不到任何 有关于这条路过去的影子了 钢筋曲尼的上海 确实发展很快 但这样的夜市氛围 也一去不返 当然夜市的有烟噪音 通常是城市发展的病噪 而市博会的到来 给这个板块留下了更加干净 整洁的街道 晚上也不至于拥堵 住在附近的人 也很少再被噪音吵醒 从居住者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作为一名城市的记录者 我又真的很遗憾 没有亲自用镜头 记录下上海有人情味的那一面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 难道真的没有更加 执重的方案去解决这类问题 难道保留城市市景文化 和城市化本身 真的水火难容吗 不过好在 现在的市博依然有很热闹的生活氛围 市景的繁荣 除了依靠他自己的底蕴 和新的商业规划 也密不可分 当我们离开老城区去往冰江 那里就有一个市博人很爱去的商业综合体 市博园 市博园是市博州改建阳城的综合性购物中心 商场连地下一层在内共三层 内部餐饮的种类人气 说实话比不上三缸里和昌里路 但好在是多了很多其他业态 有吃 有逛 有玩 商场的镜头 无缝链接黄不降判 周末可以带家人看一看一线将近 这也是很多市博人钟爱的修剪方式 总的来看 市博园的开业弥补了三缸里 在规模上的缺憾 再加上轨交非常便利 所以它成了区域内 唯一一个可以跨板块服饰的商圈 这也是市博会带来的利好之一 白嫖的就是香 等一下你们不能白嫖啊 在产业上 凭借市博会的红利 以及本身绝佳的地理位置 截止到2020年 已经有25家央区总部 入住了这片区域 诸如中国商飞 鲁能国际 国家电网等等 不过和企业的排面相比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里的人气反倒有点冷清 路上的车很少 人很少 甚至连个便利店都没有 凤油和另一边的居住区 形成鲜明的反差 所以如果你是在这工作 最基本的餐饮 或许都是一个痛点 可能你的工作餐 真的只有外卖和企业食堂了 市博在整片商务区的设计上 除了远处的SK大厦 其余都是低矮的办公楼 设计非常简单 但说实话 作为市博地区 一线冰疆的美面担当 这样的视觉效果 和学会冰疆 北万台相比 会不会显得太过于保守了 当然了 每个人的审美可能都不一样 那这样偏穿透的建筑风格 你喜欢吗 穿过略显枯燥的总部办公区 就是长约三公里的冰疆步道 从市博庆典广场 一直到后坛公园 这是市博会为这里 留下的生态财富 草坪 湿地 散步 骑行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在这里终于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的全身原来是上海浦钢集团 和浦江码头 一流建筑 主要是废弃的工业厂房 公园保留了部分厂房的钢结构 对码头进行了生态化改造 恢复了自然植被 土地也迎来属于它的再生 说实话在上海这座城市待久了 你会觉得这座城市除了快节奏 除了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好像就不剩什么了 但其实如果你有空 就来到上海冰疆走一走 你会发现上海的人文 历史上海的慢节奏 都保留在了母亲河的身边 我可以聊到这 上海冰疆岸线的规划和设计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做一期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公屏上扣个1 没准我会做一期 我刚才是不是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同时是不是会留给这里的东西 还不止滨疆布道 在滨疆岸线以南不远处的地方 浦东正在建造一座双子山 而且除了双子山之外 公园内还规划了不少主题 未来你可以去游览江南特色园 国际花展 也可以去欣赏一场歌剧 这座公园不仅仅是一座公园 也是一个城市公共活动的聚集空间 按照建设计划 公园在今年年底 就会开放其中一部分 就是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影响公期 总之还是希望它能够如约而至吧 因为这里的居民还是等它 挺久的 OK综合看下来 我认为世博板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板块 浦东三个中央活动区 它是炒作一家 最小的那个 坐拥绝下地理位置 但依然还是一个偏刚需的居住区 房价不会过于昂贵 通勤也非常便利 生活配套虽然不出色 但日常也已经够用 同时在未来的规划上 依然有所期待 这一切的恰到好处 应该就是世博会为这个板块的居民 所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 那既然如此 我在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 好像就有了答案 但是 真的只有这样吗 当我进一步陷入最后的思考 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在20年前 是不是最初的规划 到底向世人寻诺过什么 2001年 上海声波方案最终确定 方案的构想 是链接两岸 设计的灵魂 是一座横跨黄母江的步行花桥 还规划了一条椭圆形运河 串联齐浦东和浦西 在当时 这被称为几具国际水准 令人激动的方案 毕竟 征服黄埔江 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宿命 而这个方案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可惜的是 在方案深化过程中 因为技术 预算 安全等现实原因 花桥 运河 不得不被取消 其实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划 花桥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通过步行到达浦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 浦西跟浦东 真正能连接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 一不知要的遗憾吧 我们现在无法想象 如果世博会 真的留下来那座桥 世博这个板块 将会援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上海这座城市 又会变成什么样 无法想象 这就是世博会 留给我们 最大遗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做还不错的话 妨转发 点赞 评论 我是刘娃 关注我 和城市 疫情一步 我们下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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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